字幕提供 就是我用我这个打道场赛的这个方式 然后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都怎么打道场赛的 然后也推荐大家鼓励大家 一定要 就是互相约自己的道场伙伴 道场会长 大家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因为悠悠白苏这个游戏 它是比较是属于收菜 卡牌的这种游戏类型 那大家一定要爱上 道场争霸赛 喜欢这个玩法 因为是跨服团体的游戏 会相当好玩 而且你实力越相当 打得越刺激越有趣 然后像平时 我就是快到八点的时候 因为我本身是这个 我们这个望月谷 道场的这个馆长嘛 对吧 然后我每次快到八点的时候 就是快打道场赛的时候 我都会一一的就是上微信 你看这些什么收到啊 有没有 什么在持久 就这些东西 这些朋友 都是我在打道场的一些朋友 好 然后现在已经是正式道场争霸赛开始的时候了 那我们直接进来看一下 然后你进来的话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就是一开始 不管是谁先占领这个岛屿 那你都要去试探一下 看一下对方的这个队伍 现在大家都很聪明了 不会说直接上这种 太强力的队伍 为什么一开始不上阻力呢 因为上阻力的话 很容易会被对方先用 一些消耗的一些队伍 例如说刺杀呀等等的 先把对方的一个阻力批掉 所以一开始不建议大家 先上阻力 你可以先上二队 试试水温 这个样子 好那这个一开始 大家都非常的 这是对面的人啊 全部都是对面的人 然后好都看一下 这个有五角大杖马 反正玩这个道场争霸赛的话 大家就要特别注意几个角色 五角大杖马 然后跟UR弟弟 这几只角色都要特别去注意 然后我在这边可以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杖马 你可以用刺杀的任务药 打他会比较好打 那现在台服还没有出马 没有关系 然后交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 好我来挑一个我打得过的 不然打不过可好笑了 OK这个我应该打得过 好你看这是我的一个阻力队伍 大家都要进去编辑好你的队伍 并且把兽灵摆放完全 然后储存好以后 好就直接开打 这个已经那个了 所以要刷新一下 好你看这都是我的那个伙伴 他们已经打一轮了 你看这五个刚刚都是对方的嘛 然后这五个都是我们的 好那那大家的话要注意一下就是 譬如说假设你现在要攻打对方 你攻打了以后 那你可以直接按左上角的退出 就可以结束战斗 然后电脑会自动帮你去结算是谁赢谁输 你不需要站在 就是站在战斗中去看他们打 这个太浪费时间了 根本就不需要 你直接按退出 就可以知道你打赢还是打输了 然后打这个到场赛的一个规矩 就是我假如说把对方击倒了 然后这个岛屿会有一个30 会有个一分钟的保护时间 那这一分钟的话是对方没有办法进攻的 所以大家也要去抓这个时间差 例如说在8点59分的时候 你把这个岛攻下来了 那对方不是还有一分钟保护时间吗 那对方会因为没有办法打这个岛 而导致我们获胜 那大家要把这个概念反推给对方 他假如用这种方式对我们怎么办呢 所以到场会长或者是指挥官 你必须要去控制每一个岛 就是快到点的时候的那个时间 你必须要去掌握到 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会让你输了这场比赛 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 天 我的到场的朋友又把他打下来了 完全不需要我出手 大家打得都非常的开心 好好像有个岛被打下来了 我看一下啊 这个右下角你看 这个狂热学者嘛 他用这个杖马跟树的大队伍 咒树的 然后把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刀打下来了 那其实就是像这个样子 来来回回的 然后我们想要打得好 然后我们必须要掌握到 我们的成员的出勤程度 你到场有几个人 你想要让到场赛获胜 请你要让大家都上线 你看 我这个基本上就是都是在上线的 然后后面这一些人的话 有一些人是半气坑的状态下 然后晚一点可能就是我们直接上他的号 那就可以解决了 回到场上 反正我们的到场的这个成员 那不要把责任都给会长一个人 然后大家互相帮忙 教大家怎么看啊 你就是八点开始嘛 你只要去看 像这个酸豆汁52分钟前上线 代表他还没有参赛 像这种一小时啊 35分钟的啦 这种几天的更不用说了 这些几个小时以后的都是还没有上线的 所以你可以个别一个人一个人的去叮咛他 说麻烦你上个线咯 然后这时候你们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假设我的到场成员 因为大家都是社会人士嘛 都是工作的人 假如说有工作有家庭 那都没关系 你可以提前跟会长讲 把你的账号密码交给你可以信任的人 让他帮你上去放队伍 好然后大家看一下我过了10分钟了 好目前我们都还是在站岛中 OK大家看一下像这个右下角这个 已经很明显的被打掉了 那我等一下就准备把这个岛拿下 然后这种到场活动比的就是团结配合 即最重要的就是全员的出席率 就是要在活动时间内就是一定要上 然后尽可能的可以把那个时间空出来 让道场的道长可以去支配大家 去攻击哪里 防守哪里 然后这样子里面会更大 而且打起来会更好玩 然后顺便再跟大家讲解一下打这个道场赛 每一个岛屿他的布阵的话 像这个防守对不对 像这个时候我可以派遣我的防守 每一个的那个防守可以最多10个队伍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假设您看一下你的这个每一个岛屿 就是你们道场里面防守的队伍 就是假设我举个例 例如说 好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队伍他有一个舞爵弟弟 还有一个舞爵弟弟 就是有一至两个这种大佬的队伍 已经在这个岛屿上面的话 请在这个地方不要把你的主力阵容 主力的队伍把它堆上去 因为这个样子的话很容易被对方放鸟 什么叫放鸟呢 很简单 就是对方一看到说 你这个岛屿里面有七八个 或者是三四个以上的这种大佬队伍 那他可以很果断的直接放弃打你这个岛屿 因为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是在防守中的一个队伍 防守成功了 那对方 就是防守成功了以后 那你这个队伍不管再怎么样复活 都会卡在这个防守队伍里面 而无法使用 所以这一招是非常非常的被哥哥的 大家可以懂这个意思吧 所以我们大家都不要犯这个错误 简单来讲就是不要强强扎堆的意思啦 好 那这个迷 我们的凶铲把它打下来了 OK我们今天大家这个出行率 出奇率也是蛮高的 像我们这个望月谷的道场 在四驱马 已经残联了四个赛季的冠军了 然后像我们的这个道场积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不是这个 道场争霸的道场积分 1869我们这个分数 即使连输五场以上也还是第一名 所以我们大家会觉得 这个游戏就是这个样子 你只要玩的够团结 够好玩 其实你就会觉得 这个游戏还是不错的 好 很明显的是 对方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失利 那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我本身我是小小的会长嘛 然后有一些会员 他本身工作比较忙碌 那我就上一下他们的一个账号 帮他放个队伍 以免他领不到奖励 大家稍等 好了我现在上的这个是我们也是道场有叫灵界小学生 然后我去他的那个账号 赶快帮他放个队伍 然后我看我的微信群啊 好像听说对方已经有点小小的放弃了 都没有人上队伍了 那大概是被我们的强悍 给震吓住了 好上个队伍就好了 啊防守队伍已满 糟糕 诶按错 防守队伍已满 诶又满 我考 大家不玩啦 不会吧 我已经 上一场我们是直接打到那个 诶叫几分 十 九点整才结束 今天这么快的结束啊 才十五分钟 OK 我原本还要上上那个花满楼 跟森兰丸 还有这两个大佬的账号 可是可能用不到了 估计对方是放弃了 所以 嗯好吧 我觉得在这个结束之前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个道场争霸的一个攻略啊 就是大家有很多问题就是说 我上线了 可是我怎么没有领到到场奖励呢 争霸的奖励呢 那我就要问你是不是没有成功的放到队伍在这个岛屿上面 因为你只要就算有上线没有放队伍到上面布阵防守的话 不好意思这个奖励这个部分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 所以道场的馆长你必须要稍微去控制一下 譬如说我举个例啊 譬如说像这个 像这种垃圾队伍 你就要跟你的道场的朋友讲不要上 因为这样子 因为这个有一些实力相差有点悬殊的话 并不是每个道场朋友都可以放满队伍的 所以这种垃圾队伍就别上了 上了也是白送人头 OK 这个道场馆长要必须控制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 那我们这个用钻石复活的这个规则的话 就是复活一次500转 然后你只要你的队伍 不是在这种已经永久占领的这个队伍里面 就譬如说像这种雷扇啊 这几个队伍 他假如说已经战了 战导成功了 那你在按钻石复活的话 那他的这些战导成功的角色是没有办法再继续使用的 这个部分大家要去注意一下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四个岛已经完全占领了 这一场战局300%是我们胜利了 然后我继续跟大家分享 然后到场奖励的一个部分该怎么样去这个提高你的奖励币呢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是你的道场胜利跟输掉 这两个输赢会影响你的道场币的一个多寡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道场的战导数量也会影响到你的道场币的高低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击杀 你的击杀越多那会给你的道场币会越来越多 那你该如何正确的去进攻呢 你要先观察对方的像这个防守队伍的一个强落 你不要拿鸡蛋去碰石头啊 我举个例 你看像 不要这个队伍 像是 好像没有一个很厉害的队伍 像是 OK 还是没有 像这个 武学的这个任务要 你假如说你手上就一个小小的聚合 你完全打不赢他 请你不要送人头 而且你看像他这种有小兔的 你拿那种落队伍去碰他 搞不好小兔又马上把他的血 队伍全队的血补满了 你反而没有消耗到对方的血 你还让他们的血满了 那这个你就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示范了 所以你一定要去判断好你可不可以打得赢他 然后再去那个进攻 反正假如说对方落不强的话 你就直接用干的过的直接队伍直接拧压过去吧 所以你就尽量不用想太多 那不过我会建议你一开始的话 你看这队伍假如说你的二队 像我举这个哥们的案例啊 好 网路不好 像你假如说可以用二队的队伍 就可以干得掉他的话 就不要用一队 一队尽量留着 那我教一些大家一个小技巧啊 我们的每个道场里面一定会有几个大佬 是那种课金课很多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 你的馆长可以先把你们血藏着 就是不要一开始就露出我们的底牌 可以先让我们这一些二军 甚至是三军的人先上 一军先留到最后 最后的时候再来打 这样是最好的 像我会有个技巧 我们道场里面有四个十万大佬 那我都会保留一至两个 让他们整场赛都不打 等到最后绝杀需要到他们的时候 才会用到他们 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些小小的一个技巧 然后去打我们这个道场赛 然后他里面有很多战术 譬如说拖延战术啊 或是绝杀战术啊 等等的这些东西 你们都可以慢慢的一个研究 说句实话还是挺好玩的 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的去 去抓那种感觉 OK我们最后一个岛屿也即将要占领成功了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这样子 轻轻松松赢得了这场比赛啦 所以你只要可以成功的参加每一场比赛 然后你可以得到这个灵力金石 你可以拿来去换皱纹换角色碎片 很补的这都是资源啊知道吧 好的像我们这个今天这一场比赛 就这样子结束了 然后针对道场争霸的这一个讲解 也大概告一段落 那我觉得玩这个游戏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 让玩家感受到团结凝聚的感觉 你玩这个游戏就是玩这个道场争霸 只要出席率越高 然后积极配合的这个程度越高的道场 往往有机会可以去推翻一些很强的大佬的一个道场 因为可能吧 可能啊我说是可能啊 就是有一些大佬在的一些道场 可能比较疏于这个沟通 或者是疏于一个一个去沟通他们上线 然后导致轻敌而输了的这种案例比比皆是 所以每个道场的这个馆长可以多多认真的去培养我们自己的一个道场成员 到最后这个游戏完了就是道场争霸了 还是挺有趣的 OK那我们今天的这个道场争霸的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 假如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帮我在下面点个订阅并且分享 然后点赞哦 然后还有个小铃铛铃铃铃铃铃铃 可以帮我点一下 有时候我会不定时的一个直播 或者是分享一些又有白素的一些好的一些内容 然后希望可以给大家有一点小小的帮助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啰 大家拜拜